白紙革命 抗議者被捕 歐洲提人權問題 習近平怎樣回答? 身邊有反骨 習地運還有多久? 徐州大火燒光了百姓血汗錢 大白造反 因果全在一個子 被稱為白紙革命第一人的南京傳媒學院女學生李康夢 因舉白紙抗議封控政策 11月30日被警方抓捕 目前失聯 李康夢雙手舉一張白紙 當有人拿走他手中的白紙時 他仍一動不動 還是保持手持白紙的姿勢 表達無聲的抗議 中國爆發白紙革命 抗議者可以舉白紙表達訴求 又可以避開當局審查敏感內容 而這白紙的由來 最早可以追溯到蘇聯時期 蘇聯曾流傳一個政治笑話 有人在廣場上發傳單 警方到場逮捕後 發現傳單只是沒有字的白紙 警方想了想 決定把發傳單的人抓捕 還警告發傳單的人 別以為我們不知道你想寫什麼 從前 我們以為這是蘇聯笑話 沒想到這竟是現實預言 香港國安法上路後 我們也曾看到 手拿白紙的動作在反送中運動中使用 今年2月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不少莫斯科示威者也用白紙向普京政權表達憤怒 這幾天 除了白紙革命第一人李康夢遭拘捕外 還有多名白紙革命的參與者失聯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12月1日訪華之起 和習近平在北京舉行了長達3小時的會面 米歇爾向習近平提出人權問題 重申和平集會是基本權利 然而 習近平卻繼續吹捧中共二十大成果 強調對社會本定有信心 1953年6月15日出生 現年近70歲的習近平 八字熟火沿土燥 要用金水才能行運 香港命理學家邱志偉表示 其在63歲到73歲這十年當中正在走金水運 因此運勢會如日中天 但習近平73歲走完大運後身體會漸漸變差 其中心臟 血管及眼睛容易發生問題 權力大減 運勢變差 邱志偉還指出 習近平因眉彈 顴骨有破全文 容易出現有反骨的手下 台灣命理師江伯樂表示 習近平61歲到75歲的運勢很強 習近平有眉彈的缺點 表示習做事心狠手辣 管你是不是兄弟 朋友 只要做錯事絕對不會看情分 讓身邊的人可說是半君如半虎 大家知道 人的命運會因為一個人做的事情發生改變 那麼習近平的皇帝運是不是一定還有三到五年或者更久呢 我認為不一定 因為人的命運雖潛定 但如果一個人做了損得師父之事 也能使命運改變 使原來應得的福祿被削減甚或剝奪了 這些事情在歷史上有很多記載 我在這裡就不一一舉例了 其實 說到這裡 我就想起《推背圖》第46卦象 大家知道《推背圖》是中國古代著名預言書 是唐代李淳風 袁天剛合著 這部書之所以能流傳至今 是因為它預言的準確性是很高的 我一直覺得 這《推背圖》的第46卦象就是說現在的似的 這一卦的襯曰 暗暗陰霾 殺不用刀 萬人不死 一人難逃 宋曰:「有一軍人身代功 只言我是白頭翁 東邊門裡伏金劍 勇士後門入地功 剛才大家也聽到了 命理師說 習近平做事不講情分 身邊的人半軍如半虎 習近平每一旦全股有破全文 容易出現有反股的手下 所以說 我感覺習的擷取很可能就是被身邊的人拿下 只是現在這個時間 不知道會不會提前 我們在前兩期節目中 還講過天機 天使的概念 在這個動盪的時代 過去不可能的事情 在現在或許就有可能發生 所以 如果過些天 習近平被拿下 共產黨就完蛋 我絕不會感到驚奇 說到這裡 就有一個有意思的事情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了 大家注意到 11月30日 江澤民死了 江澤民死前的一個月 也就是10月 在中共二十大會場上 同是中共前領導人的胡錦濤 當眾被駕離會場 讓各界震驚不已 當時就有香港網友寫下 胡錦濤被拉出大會堂 而且是在習近平旁邊被拉出去 江澤民下個月去世 我都不會意外了 江澤民下個月去世都不意外 藉此來嘲諷事情的荒謬 不料 一個月後 江澤民真的死了 這叫什麼 這就叫做一語成谶呢 不少網友翻出這篇貼文 湧入留言 稱 寫下這篇帖子的是全場最準預言家 先知 時空旅人 其實說到剛剛這個說自己不意外的帖子 我想說 其實中國發生的這一切 我也一點都不意外 不說更早的事情了 就說離我們比較近的2019年 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時 我就和身邊的人探討過 這場運動會不會蔓延到中國本土 現在這把火已經燒過來了 不是嗎 這把火燒過來 用了三年的時間 可是火一旦燒起來之後 火勢可能就控制不住了 所以 這可能也是這幾天 全國突然放鬆清零 反而再清零方艙的原因了 但是這一定是緩兵之計 大家知道 現在全國各地建了那麼多方艙 這不是給中國人準備的嗎 不過一個問題是 這些方艙是不是一定要使用呢 也未必 反正建設方艙 利益集團已經大賺 特賺了一波了 即便是浪費 即便是明天都拆了 中共當局也不會感到浪費和可惜 因為拆除方艙 利益集團們同樣可以再撈一筆 這叫什麼 這就是中共特色 反正一拆一件 浪費的是百姓的血汗 權貴們是賺的盆滿撥滿 還給GDP做了貢獻 說到這裡 咱們必須說另外一件事情了 這就是中共浪費錢的最好實力 有一個詞叫做燒錢 我就想 燒錢這個詞用在這件事情上 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12月2日 徐州紅原新材料150億元的新廠房發生火災 只見現場濃煙滾滾 火勢非常之大 這個起火的新廠房價值150億元 8月16日才正式開工 11月6日 手批生產設備才剛剛入場調適 是徐州市近年以來全市唯一一個投資超百億新開工的重大產業項目 官方曾稱 這個總建築面積約70萬平方米的項目全面打產後 可形成年產25GW單金龜切片 24GWN型高效電池片產能 預計年產值400億元 不過 設備剛剛入場一個月 12月2日新廠房就著火了 觀眾朋友們 大家怎麼看這件事 這是不是和這個方艙建了拆 拆的又建 這是不是和前一段時間 中國芯片大廠紛紛著火的事情很像 這不就是在藉著項目騙取經費 保個人私囊 在燒光百姓血汗錢嗎 說到江蘇省徐州市 我覺得徐州今年真是屢次榜上有名啊 年初的鐵鏈女事件發生在徐州 前幾天 群眾抗議時 我們看到的坦克上街事件地標在徐州 這次的150億元新廠房著火事件又發生在徐州 可笑又可悲的是 鐵鏈女事件發生時 徐州被揭示全國人口拐賣的重鎮 然而 徐州市卻備受當局的特殊關照 徐州市2017年獲得中國人居獎 2018年又獲得聯合國人居獎 而聯合國機構頒發的該獎項的評選條件 涉及男女平等 防止犯罪與社會正義等多方面 剛剛咱們不是說到了香港那把火嗎 現在可以說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也開始效仿香港 也開始反省 向香港人道歉 因為大家看到了 當初香港的一幕 現在就在中國上演 或者說是復制 香港元朗當時發生過白衣人事件 現在這個畫面 地標是成都 人們悼念烏魯木齊 火災受害者 黑社會出場了 這就是中共特色的傾聽民眾呼聲的第一步 歷次鎮壓 凡是難啃的瓜 必須黑社會出場 不需警服 沒有守令 必受譴責 偽裝成愛國流氓 動手打人 驅趕民眾 這些驅趕民眾的人能夠做這些事情 是為了什麼? 為了錢 這就是中國社會一切向前看的惡果之一 您看看 這是北京朝陽區大白罷工 聚集討藥 續喊錢 有時我在想 這一切是不是因果呢? 為了錢 給中共做事 最後也為了錢 反抗中共 當然 更多的人 我希望是良知的覺醒 當然了 咱們剛剛說過 中共燒錢時 把錢燒沒了 那還怎麼去找人替它做事呢? 這麼一來 這是不是也會加速了中共的滅亡呢? 再說 習近平為了權力而做出了我們看到的一切事情 那最終 他會不會也是敗在這個拳子上呢? 世間的因果很有意思 所以 我們每個人還是應該去種善因 這樣才可能結出善果 您說是嗎? 好 觀眾朋友們 長歌行又要和您說再見了 我是趙長歌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別忘了訂閱 點讚和留言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